人不是理性的,判断充满偏误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决策偏误的受害者 但却浑然不知 嗨,大家好,我是好夜 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精准决策》 作者麦斯·贝泽曼以及唐·摩尔 将和你一起盘点各种常见偏误 让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上或是商业管理上 都可以做出更精准的决策 接下来,好夜将会利用一个故事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各种常见的认知偏路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始吧 吉亚公司是一间顶尖的手机制造商 过去十年,他们推出的产品都大受欢迎 在手机市场上一直都遥遥领先 但就在近期,公司因为推出了一次又一次的烂产品后 业绩节节败退,股价跌到了谷底去 于是CEO便决定聘请一位超级商业顾问 阿叶先生来挽救吉亚的情形 阿叶先生认为吉亚公司会失败 主要是因为管理层一次又一次的决策错误所致 所以他这一次来的主要工作 就是找出管理者在做决策时所犯下的认知偏误 在经过详细的调查后 他发现吉亚公司最大的问题便是 公司高层总是自大而无视外在的威胁 也就是我们要和大家讲解的第一种认知偏误 过度自信 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力过于自信 而忽略了其他重要信息 就像吉亚公司一样 过去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 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无可批底的 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客户都会买单 阿叶先生发现他们并没有危机意识 总是忽略身边的新趋势 一些新创的科技公司已经推出了比他们更好的产品 也不为所动 接着 阿叶先生马上就发现了吉亚高层的第二个毛病 后见知名偏误 你也可以称它为事后诸葛亮或是马后炮效应 也就是事前无人事后才来吹毛球吃 吹牛吹嘘 在烂产品推出后 所有的管理者都不愿意承担责任 于是便告诉阿叶先生说 我就知道这个手机本身就不好用 推出后肯定卖不出的 既然你都知道 但为什么事前不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在生活上你肯定也经常听见有人说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分手的 本来就不登对 我就知道这一只股票一定会涨的等等的马货炮 人有时候就是很喜欢自爽 在事情发生后才来合理化结果 接下来阿叶先生继续去探索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个烂产品的诞生 他发现了原来研发产品的团队犯下了 锚定偏误 也就是当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太过于依赖单方面的资讯 举个例子来说 他们做了市场调查发现 消费者想要荧幕更大的产品 于是他们就推出了一款荧幕特大的手机 但他们不知道原来消费者想要在平板电脑上拥有更大的荧幕 而不是在手机上 研发团队在设计产品时 过于依赖单方面的资讯 而忽略了整体面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因素 结果产品推出后 消费者认为这个大荧幕的手机实在太笨重 不方便携带 而导致业绩已弱千丈 在生活上我们也不难看见锚定偏误 一个朋友告诉你 在吃了某某保健品后 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青春痘再也没复发了 所以就以为断定这一个保健品就是皮肤的神丹灵药 但他却没有考虑到 可能是最近天气转凉了没那么闷热 前阵子改善了饮食习惯的后续效果 或是最近考试通过了没那么压力等等的因素 回到来吉亚公司的问题 阿叶先生陆续发现一些管理者错得更加的糟糕 研究团队发现了串流音乐的热潮 于是和高层讨论后 便决定推出串流音乐的应用程式在他们的手机中 可是他们又忽略了这一个领域的成长空间已经开始放缓 市场竞争也已经非常的饱和 虽然如此 但高层还是决定投入大量的资金在这一个项目上 这时他们又犯了另一种决策错误 确认偏误 当管理者只使用有利的信息 而忽略不利或是矛盾的资讯 研发团队只用了有利信息来支持他们研发出的产品 忽略了串流音乐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事实 从而导致了产品的失败 接着阿耶先生再发现了一个决策偏误 可得性偏误 那就是能不能透过事件在记忆中的可得程度 来评估事件的频率、几率或是可能的原因 吉亚公司的产品经理认为 任何贴上吉亚logo的新品都会成功 因为在过去十多年来 自家推出的每一样产品都一直热卖 过去的可得经验让人们在决定时 很容易就会忽略其他方面的资讯 而助长过度自信 这一个现象也经常发生在职场上 在经理人办公室附近工作的下属 会比起远在走廊另一头上班的员工 更可能得到较为严苛的绩效评估 因为经理人更容易察觉在他附近工作的同仁所犯的错误 最后阿耶先生还发现了一个致命的决策篇误 承诺升级 面对前期投入的消极后果 仍然坚持向某一个项目投入资源的现象 虽然烂产品推出后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失败品 会损坏公司名誉 但他们还是继续投入金钱去推广和售卖 只因为在这之前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在这一个项目上 这就是所谓的沉默成本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无意间纠绝于沉默成本 东西买来后发现坏了还是不愿意丢 而朋友相约吃饭 等了对方一个小时后还没出现 还是会愿意等下去 上大学修读物理课 读了两年后发现物理并不适合自己 但还是硬着头皮去把它给读完 我们无法预测出未来的事情 因此很多人会纠绝于选择 但当你的选择让你不断亏损时 就应该懂得立即收手 重新做出选择 而不受困于浪费心态 无论是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 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无法挽回 但我们都可以从错误中学习 从宝贵的经验中得到反馈 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今天在精准决策中 所学到了这几个常见偏误吧 第一 过度自信 当过去的成功经验越多 我们就更容易在决策时忽略其他重要信息 第二 事后诸葛亮 我们更喜欢在事情发生后才来合理化结果 但对事情毫无贡献 第三 锚定偏误 太过于依赖单方面的资讯 而忽略了整体面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因素 第四 确认偏误 只使用了有力决定的信息 而忽略不利或是矛盾的资讯 第五 可得性偏误 透过事件在记忆中的可得程度 来评估事件的频率 会助长过度自信 第六 承诺升级 面对前期投入的消极后果 我们都会无意间纠结于沉默成本 精准决策 着重于帮助人们意识到影响决策的偏误 书里面利用了各种案例和心理学研究 来盘点人类不理性的判断 让你认识决策时的问题所在 是一本能够帮助管理者提升决策能力的商业宝典 好了 今天的说书动画就讲到这里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 谢谢大家的观赏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 如果不喜欢的话 那我再想想看怎样吧 哦对了 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以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